实际上我们过去在德国的球员 我们中国球员去的不少 我们最成功的就是我原来的队友 杨成在法兰克服 我觉得德国足球能在足坛 长胜不衰的原因 实际上就是他的轻训 做得非常的扎实 他的基本功 他的这些非常的好 所以说我很想 能不能在更深层次的 和德国的轻训 做一些更加深入的交流 那么会对我们中国足球 是非常大的帮助 德国足球他踢的很务实 而且非常简练 我觉得他们特别在团队协作上面 是非常配合 是非常严谨的 然后呢 但是对于德国足球 我觉得我中国足球 更应该学习的是德国的精神 足球精神 往往我觉得德国队在一些 特别是世界杯上 落后的情况下 一些关键场次 它始终能打回来 德国它是有历史的 这种密封球它是有历史的 中国足球最应该学习的是 德国的精神承练的东西 这个是我非常看好 德国